2018年世界杯一组第二轮第一场比赛 是在圣彼得堡展开角逐 巴西2比0战胜哥斯达利加 虽然巴西取胜呢 但是过程却极其的艰难 巴西的两立进球呢 都是在比赛最后伤停补时阶段打进的 状态火热的库迪尼奥在91分钟打进一立进球 随后第96分钟内玛尔中路包抄锁定胜局 在随后第一组的第二轮的一场焦点之战呢 在尼日利亚队和冰岛队之间展开 最终尼日利亚2比0击败冰岛 其中尼日利亚的穆萨 每开二度帮助主队取胜 在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的时候啊 裁判通过VAR技术判给了冰岛队一立电球 但是呢吸鼓得增操刀主阀却一脚高出横梁 冰岛队在痛失三分的情况下想要出现 则必须要赢得下一轮对手可罗地亚队 2018年世界杯一组第二轮第二场的 是在瑞士和塞尔维亚之间展开较量 开场5分钟塞尔维亚队的米特罗维奇 投球首开记录 下半时扎卡世界波扳平 在比赛进行到第90分钟的时候呢 瑞士沙西里上演单刀绝杀 最终瑞士2比1逆转塞尔维亚 与巴西同级4分 塞尔维亚3分叠至小组第三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6月23号的比赛了 6月23号美西时间上午5点钟呢 机组的比利时将迎战突尼斯 在稍后美西时间的上午8点 韩国将迎战墨西哥 墨西哥自从战胜德国之后啊 堪称是士气大政啊 但是对于韩国队来说呢 要向小组出现 则必须要跨过墨西哥这道坎了 所以明天的比赛将上演非常激烈的对抗 在美西时间上午11点钟 德国将迎战瑞典 如果德国输给瑞典的话 出现形势将岌岌可危 阿根廷上一场比赛呢 是以0比3输掉了 给这个克洛迪亚的比赛 出现形势非常的不妙 阿根廷主帅桑保利在球员要求下下课 换上了阿根廷世界杯夺冠工程 布鲁查家带领阿根廷北水一战 而阿根廷球星梅西啊 也因为自己的不佳表现 连累代言的中国品牌猛牛乳业股票下跌 梅西代言猛牛的这个消息啊 刚一传出时呢 猛牛的股价曾上扬了近20% 华美银行与您一起关注 2018俄罗斯世界杯精彩赛事 稍后请您继续锁定收看收听 由嘉宾主持林东与特邀球迷 张军辉为您带来的大话世界杯节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大话世界杯 今天仍然由我和张军辉 为大家主持这期的节目 军辉啊 今天的三场比赛你看了没有 看了 OK 那给我点评一下 今天先看你的观点 先是这样 先看到一幅图 这幅图要特别吃惊 就是说阿根廷的出现权 寄予了尼日利亚了 这很奇怪 这个球迷们把希望寄予尼日利亚了 获胜 他才有了这种真正的主动权来战胜 因为昨天阿根廷不争气 0比3输给克罗地亚 然后呢把自己的主动权拱手向上 对呢 这个有的球迷讲啊 说这阿根廷的命悬一线 对 不过今天的这场比赛 确实呢 让很多喜欢这个梅西的球迷啊 对 这个出了一口气 长虚了一口气嘛 那因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尼日利亚 今天再输给冰岛的话呢 那么冰岛呢 在下一场第三轮比赛中 很有可能打个默契球 就把这个阿根廷就给淘汰了 淘汰出去 把尼日利亚也淘汰了 对 那我们今天先按顺序 来点评一下今天的比赛吧 好的 总体上我们感觉啊 今天这三场比赛 都是精彩分成 而且呢都打出了 这个比较高的比分 这个两场2比0 然后呢一场2比1 而且呢今天呢 也出现了很多啊 这个世界杯 本阶世界杯的第一 比如说呢 今天这个第一个第一呢 就是自从引入了VAR技术之后 好像呢很多球迷啊 就是也诟病啊 这个国际左脸 虽然说就是让这个比赛更加干净啊 然而呢就是增加很多进球 因为毕竟今年很多的球啊 是VAR盼的点球 不过今天就出了一个例外 就在巴西队的那场比赛当中啊 内马尔呢在这个哥斯达利加的禁区啊 被疑似被对手拉倒 对 然后呢这个内马尔呢就是直挺挺的向后倒去 然后因为就在主裁判旁边嘛 然后主裁判立刻手指点球点 就看了一个点球 然后马上遭到了哥斯达利加球员的抗议 抗议对 然后呢经过了这个视频助理裁判的这个建议 他跑到场边去看整个的视频回放 最后呢用VAR这个辅助主裁判做出决定 取消了点球判法 应该这么讲 本场比赛啊 评选出来的最佳球员 既不是为巴西打开胜利之门的库迪尼奥 也不是这个内马尔 反而是呢 这个黄马的门将 这个哥斯达利加的主力门将 纳瓦斯 因为呢如果要不是纳瓦斯 今天全场的精彩表演 高阶低档 那么我相信恐怕这个比分啊 我估计三到四个都打不中 是是是 那么我们可以讲呢 这个今天一上来呢 这个巴西呢是志在必得 为了这个能够确保小组出现 确立的出现的比较好的态势 所以呢一上来呢 这个巴西呢就压制了哥斯达利加 本身的哥斯达利加呢 这个实力呢也比不过巴西 比不过巴西 对 所以呢在整个的对攻战当中啊 哥斯达利加呢 就是说呢先开始呢 跟巴西就是僵持了十几分钟 然后全线退守 但是呢在巴西队的狂轰烂炸面前啊 结果呢这个捕食阶段呢 就是最终巴西人不懈的努力换来了成果 90分钟零37秒 这个巴西队的福将 这个库尼迪奥啊 就为巴西打开了胜利之门 几分钟之后 就在这个主裁判的中场的哨声结束前 十几秒钟 内玛尔 天加一分 内玛尔这个球 那个反差也非常 景上天花 没错 从后排差上 而且呢就非常巧妙的 跟他站了个平行 跟他站了个平行 然后呢这个打进了 几乎是打空门 所以呢这个锁定胜局2比0 所以呢这个这场球比赛下来之后呢 这个巴西呢是稳居小组的投名 而瑞士队呢 因为在这个接下来这场比赛当中呢 瑞士队呢 反败为胜 这也是本次世界杯比赛的第一个 第一个 就是呢 因为呢这个塞尔维亚 这个巴尔干半岛 真是盛产球星 也盛产好的足球运动队 那个前南斯拉夫队就被称为啊 叫欧洲的巴西队 这个欧洲的拉丁派的代表 这个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红星队 这个一直都不缺天才的球员 所以呢 从南斯拉夫解体之后 出来的克罗迪亚 出来的这个黑山 出来的这个塞尔维亚 那每支队啊 都是实力强劲 所以呢 一开始呢 这个塞尔维亚队今天就先拔头筹 这个取得了1比0领先的这个优势 丢了一个球之后 那个瑞士人 才拔出瑞士军刀 吹响了反攻的号角 然后呢 从这个丢球之后呢 瑞士队可以讲 全场是紧逼盯人防守 然后呢 全场压迫式打法 这个把塞尔维亚队呢 打的是这个只有招架之功 并无还手之力 然后呢 最终呢 由他们的明星 沙里奇和扎卡 这个分别的两例非常精彩的 这个世界波入球 然后呢 锁定了胜局 两场比赛呢 结束之后呢 大家呢 这个出现形势啊 这个反而变得扑朔迷离了 对吧 所以呢 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个其实今天呢 其实最精彩的一场比赛 就是尼尔利亚对这个冰岛的比赛呢 让军辉给大家点评一下 是这样的 足球的魅力是在于它的不可预知性 随着尼尼尔利亚2比0击败了冰岛 这个阿凯廷的出现 虽然说不能说是转危为安 但是至少阿凯廷重新终于有了机会掌控自己的命运 对 比看别人脸色形势要好多了 对对对 是这样 的确 今天的比赛啊 尼尔利亚打出了非洲雄鹰的气势 尤其是呢 这个本场比赛的关键先生嘛 这个穆萨 又攻击了两立球 所以呢 这个这场比赛打完了之后呢 这个冰岛队就变得很尴尬 那么我们现在呢 给大家分析一下啊 这个D组和E组啊 这两个小组的出现的形势 首先来讲呢 在这个D组的比赛当中啊 这个阿根廷昨天还命悬一线 今天呢 因为尼尔利亚队的帮忙 当然我们应该这么讲 尼尔利亚队今天赢的这场比赛 人家主要是想自己出现 所以呢 第三轮比赛 这个阿根廷呢 又把命运拿到了自己手上 这个阿根廷呢 现在只有一分 所以下一站呢 下一场比赛啊 他可能比尼尔利亚还少一种选择 因为尼尔利亚队可以选择保平 保平的话 他得四分 那么阿根廷如果平局的话 只有两分 肯定被淘汰 只能打胜 对 所以呢 华山一条路 只有拳取三分 阿根廷才有活路 但是呢 阿根廷即使赢了这场比赛 他也只不过得四分 而冰岛呢 如果冰岛战胜了克罗地亚 冰岛队也是四分 这个时候呢 目前冰岛的竞胜球是-2 而阿根廷是-3 所以如果冰岛战胜了克罗地亚的话 至少赢他一个球 这样的话冰岛的竞胜球是-1 那么阿根廷-3和-1 阿根廷就最少得以3比0 或者是4比0战胜尼尔利亚队 他才是三到四个竞胜球 他才有可能呢 在战胜尼尔利亚队之后 然后不管那个比赛发生什么样的结局 那么他才有可能进到下一轮比赛 当然了从今天这场比赛可以看到 冰岛队因为虽然2016年他的表现 这个经验了 就在欧洲杯的表现经验了大家 但是毕竟这个国家人口比较少 而且他没有什么足球历史 所以这个队员们经验不足 那么尤其是表现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 他没有合理的分配体力 在整个的下半场比赛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他完全是跟不上尼尼尼尼亚的不点 对 然后是被尼尼尼尼亚拖着的 对 所以能输两个球 我觉得已经是他们的幸运 很幸运了 已经很幸运了 所以这场比赛 我们不出意外的话 我相信冰岛自从第二轮比赛被打回原型之后 第三轮比赛 我相信他都没有占平科罗地亚的实力 当然这是我一家之言 我是希望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一直在强调 我希望参加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的32支球队 都有体育精神 都不要故意做球去做死一支球队 我觉得如果按照实力按照纸面的实力来讲 科罗地亚的实力远在冰岛之上 不排除他轮换主力 然后锻炼新人 但是他保一场平局也是绝对有把握的 那么这么算下来的话 所有喜欢阿根廷足球的朋友 所有喜欢梅西的粉丝们 阿根廷还有机会 但是机会不多了 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上 所以今天的比赛打完之后 大张刚才你有一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 这句话什么来着 就是巴西不可掉以轻心 阿根廷希望还没有破灭 没错 那给大家分析一下你这句话 这句话就是说一切的主动权还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巴西更不能去掉以轻心的想着 我是一个球皇国家 能够战胜别人 还是要用心打好每一场比赛 那么通过今天的这三场比赛 告诉大家 即使阿根廷只有一分 但是不到最后的关头 不要轻言放弃 那么虽然占据小组的第一名 但是巴西也不可以掉以轻心 为什么呢 因为在巴西小组当中 哥斯达里加已经是注定达到恢复了 因为两战皆末 但可是另外三支球队 因为不像地组 地组的克罗地亚早早就确立了领先的优势 而且是不可超越的 那么在一组比赛当中 巴西和瑞士都是4分 谁也不敢讲 我拿了4分就一定进下场比赛 因为在一组的比赛当中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连环套 所以你别看 在塞尔维亚现在只积3分 但是现在他们三个队是4-4-3 那么塞尔维亚下一场对巴西 当然巴西是非常难缠的 可是塞尔维亚又是 其实近率 又号称是欧洲的巴西队 欧洲的拉丁派技术流 今天的比赛可以看出来 塞尔维亚有点太保守了 在1-0领先之后将守住胜果 其实他的防守就激发了瑞士队放手一搏的决心 所以面对巴西队 那么今天的塞尔维亚队的处境 有点像地小组的阿根廷 他是没得选择了 他打平一定被淘汰了 对 所以说他必须要拼掉巴西 那么面对没有了选择的选择 塞尔维亚必须要拼掉自己 那么巴西队绝对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 所以要小心翼翼的对待这支南缠的技术近率 同样瑞士相对来讲就比较轻松了 因为他四分在手 他最末一轮对待的是 已经注定要回家的哥斯达黎加队 但是哥斯达黎加队 其实在已经淘汰的这几支队友当中 其实我挺替哥斯达黎加 包括秘鲁挺惋惜的 因为这两支球队 打比赛非常认真 非常努力 只不过是运气不好 尤其是射数不佳 全场压迫式的打法 让所有的球迷为之耳目一新 但是最后只是只开花不结果 所以哥斯达黎加队 我想为了他足球的荣誉 最后一场比赛 我相信他一定也要争取在世界杯上拿分 甚至可能要全取三分 至少要拿到一两个进球 所以当然心态不同 比赛结果也都完全不一样 因为比赛态度也不一样 那对于瑞士来讲 他有很多选择 他甚至输球都有可能继续晋级 所以相比来讲 下一轮比赛 第三轮比赛 这一小组的巴西和塞尔维亚 就成了生死之战 好 以上就是本期大话世界杯的节目 感谢各位朋友们今天晚上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大家 以上节目是由华美银行荣誉赞助 并由金燃站和XR Enterprise 宣锐集团 特别赞助播出